大哥 那個大哥真的是 他派一個小弟來 兩個小弟過來 全部身上都帶X 哇 真的XX 那個人真的不見了 你要知道啊 林依晨是女神耶 對啊 啊女神跟女神經病 你 那個那個天 拍戲的環境是真的比較惡劣 真的是那個大小子差很多 以前呢我們那個男主角 那個因為他也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他的通告沒有在發早上的 你真的發他 八九點他就十點來 啊你如果發他十點十一點來 他就乾脆吃飽飯 後來再來 因為他覺得 啊我來 你們就剛才要吃飯了 我化妝了 母母的 就要吃飯 不如我吃飽才來啊 所以那個大哥 他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啊最重要是 他的三餐喔 他就沒有在吃便當的了 所以他要不就是中式餐廳 要不然就是日本要的 要不然就是 你反正你拍戲的場景 我們附近啊 有什麼好的餐廳 你就要先自己先登記了 自己先知道 中午說一喊放飯 他不能再等喔 十二點放飯就是中餐 六點放飯就是晚餐 你不要說什麼 那我們再拍半個小時 十二點半什麼 他沒有在吃便當 就是遵旨 時間他就要出去吃飯了 那一出去吃飯 大家都要等他了 哇 對啊 因為他要吃還要喝 喝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 母母就紅紅 你要知道 神神他退個小時 你說他在工作的時候 還要喝酒 這樣不行啊 我都跟著賠 我都跟著賠不去啊 可以這樣喔 是全部報工帳耶 就這樣一拍 拍半年下來 你光是那個餐廢 就多少錢啊 哇 餐廢比酬勞還低 可以嗎 林毅普 可是 你要跟他拍 跟他拍呢 就是怎麼講 他那個氣勢就很足啊 基本上來講 我們那時候跟著他拍啊 真的是遇到大小疑難雜症 只要講他名字出來 都沒事情 我記得有一次很離譜 我去嘉義啊 冬那邊拍拔 那邊有個醫院 剛蓋好 那醫院剛蓋好的時候呢 我們拍都不用錢了 我聽到的指令也是說 你去 去那定期 說得好就好 那一次去 對方 疾痛的人 接著說 這幾天在那邊拍幾天 我說要拍一禮 拍一禮 時間都說好了嗎 這樣你們是拿三萬好了嗎 蛤 蛤 三萬 我說不是說不用錢嗎 那我就很悶了 就murr了 對 就沒辦法 就先付了一萬五的定金 嗯 先付啊 不然怎麼辦 不然 還是得拍 還是得拍 然後我就回去就murr 就跟那個大哥講 那個大哥也這麼有意思 這跟他沒關係的事情 他居然想說 我這樣要處理嘛 我認為我被欺負 我說對 沒關係 我幫你處理 我說不用啦 算啦 我沒有想什麼 想太多 他打電話給當地的大哥 那個大哥真的是 也是很有名的 他派一個小弟來 兩個小弟過來 全部身上都帶X 哇 他們說把那個人給X X 我怎麼殺完什麼 我怎麼殺完什麼 太離譜了 那兩個人來的時候 這個風聲又被傳出去 那個人不見了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那個人真的不見了 整個 找不到那個人 真的 X 沒有沒有 他不確定 他不確定的原因是什麼 他知道這個風聲了嗎 還是要吃到一些東西 因為事情 事情全部都傳出去 你知道那個多離譜 要被X的那個人 他也有老闆啊 那老闆出來 請我們全劇組 吃飯 賠罪 哦 全劇組多少人啊 那一萬五還你咩 當然有還啦 後來當然有 就是說 請拍謝 我還那時候覺得 還外加包了三萬 還在那裡 而且大哥 大哥也算人很好 他選擇在醫院X 因為這樣1比較快 直接在醫院 幹嘛這樣 沒有啦 這是什麼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啊 真的 那他還在這圈內嗎 現在還在嗎 他不在啦 哦 是喔 走路才敢講 要不然我不敢講他 哦 他那時候在的時候 圈子沒有人敢惹他 誰都一樣 XX 都不敢 哦 是喔 我說到這樣就好了 啊 欸 反正他都有 不如你就把他講出來 反正他都不在了 你上去了 沒有啦 不用啦 是喔 幾個字幾個字 你敢是在講人家 不是不是 對 好笑喔 他也不敢 不敢 他離開很久了嗎 有一個 有一段時間了 我們都一定都認識 你們覺得認識 一定是 好啦不要Cue他來啦 不不不 次是被那個 靈演的仲介 他就說 那我們有一個 舞蹈老師的一個 就是編排 現場拍戲 我說哇 可以去看現場明星拍戲 然後去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導演就把我抓去 他就說 欸 你在當靈演 導演就覺得說 你等一下喔 他們兩個講什麼 你就接尾句 你就進去 嗯 什麼是接尾句 接尾句是什麼 對啊 接尾句 天啊 聽得懂 新人 我那時候一點戲劇經驗都沒有 沒有演過戲 你也不知道眼睛要看哪裡 他說 你要看 Fighter Mode 天啊 Fighter是什麼 這個我到現在還是有點搞不清楚 他只認得賴打 其他都不知道 是啊 很難 對 很難啊 然後我就不會 我怎麼做 就是不對 可是我也不知道錯在哪裡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說 到底要怎麼演 因為太 你就太小咖了 他們也緊張 太緊張了 然後我 這一場我N了大概15次 到底大概第六次的時候 他還 我說欸 不知道這是你的酒 他就這樣 他就演演很像 他怎麼會不演戲啊 蛤 導演很不好意思 是臨演誰發的 就是在現場 就是直接這樣 然後我覺得 天啊 我真的 我就有點 你去幫忙 還要罵 對 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說 欸我只是來幫忙 我沒有提錢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想知道就是 這位前輩為什麼要這樣子整我 對 因為我覺得我是女生 然後其實在劇團裡面 女生都會 大家會比較讓著 連包括就是吃便當的時候都會 都會讓著 呵護你 對 先選啊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我們 合作的時候 這個劇團 還有跟一個 真的很大咖的一線演員 叫做林依辰 然後 這位女生一來 哇 我盒子是當男人用而已 原本我可以先去 對 我根本可以 瑪莉亞用人 我就 還去扛便當耶 是啊 但是原本都是 就是還可以說 我想要雞腿 我要排骨什麼 林依辰一來 不用了 真的什麼都不用了 你說本來當男人用算 就是 不好意思啊 那個便當的門口 你去拿一下 欸 順吃順吃 沒你的事 你等一下再來 你知道那個感覺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全輩 全輩真的不能這樣 怎麼會這樣啊 趙哥 你怎麼會這樣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啦 認真講 你敢怪我 你敢怪我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等一下要宣傳喔 你等一下是不是要宣傳 沒事啦 沒關係啦 沒事啦 要跟你叫車嗎 爸 直接把我追去收 康音音 你要知道 林依辰是女神耶 對啊 女神跟女神經病 你 那個天 喜歡我們這一期的影片嗎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準時收看到 我們每一期的影片喔 馬上通知你